嘩嘩嘩,巨民好像坊間有人表示信遊一個 SS 很差勁 這次這條影片就是簡單說信遊一個 SS 實際上是怎樣計算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勁呢 以下這條影片試驗的對象就是武尊中的大鬼 俗稱是不可能擊破的大鬼 因為他有六億多血 那六億多血的角色我們要擊破他 最主要的做法是什麼呢? 就是拿一些角合攻擊去擊破他 角合攻擊的意思就是重力技 信遊一個技如果是以二階來計算 他最後的封印是 即是封印那八發的部分 每一刀是最大的血量4.5% 然後乘8就會得到36%的血量 然後最低的保證傷害是40萬血一發 原則上來說我們要殺死一隻怪 只需要用三個封印的角合攻擊 就可以把那隻怪直接擊破 就像這樣 另外他最大的特徵就是 他的刀印是不會浪費的 當那隻怪死了之後 他就會向另一隻怪刺 如果那隻怪又再死又向另一隻怪刺 這個也很有趣 你除了當是一個專門斬BOSS的角合攻擊之外 你更加可以當是一個隕石或清場技去幫忙清怪 都沒有問題 但是信遊一個強大又怎樣指這個SS 接下來就簡單示範一下 那究竟他除了SS之外還有什麼厲害 噢!死了! 下一個示範就是這個禁忌之獄的11獄 有難道了 重點 蹲之一